看起來比較像是可以選更好的地方 其實是在2-3pick 因為加羅跟凱特琳這個組合 當對面選了奈德利加費德提克的時候 加羅跟凱特琳完全是不會有人跟你搶的一個狀態 其實你可以去拿一些你要的角色 對 因為基本上除非那個奈德利後來轉去中路 可是其實這就是變成說你要拆 因為其實你掌握這一點的時候 你就也不敢堵住說他不搶下路組合 所以那竟然我方式想要打加羅這種 陣地配加文的這種然後保凱特琳發育的這種打法的話 他後面拿下來也是OK 重點就是HKA沒有一個勇氣是在首選 甚至其他的選就把結這些就是OP角色選出來 那可能就是人生沒有那麼角色 我要跟著我剛才講錯的一個東西 這一場藥雖然有打 可是他打AD然後NOGAR不在 然後是PASA打中路玩卡薩丁 我跟著我剛才的說法我剛才並沒有看清楚 他們今天的陣列是長這樣 好 相當驚人 所以PASA他的其他數字應該 會因為他是卡拉丁的關係 應該是有大幅提升的可能性在 應該是不是掛了就是可能 他是這個 對 我覺得PASA這個選手呢 他在一場比賽當中 他是去當任Jungle的位置 可是那場比賽其實打完的結果 我相信就是HKA他們自己檢討過後 我覺得可能不是那麼 那麼的適合這個位置 甚至在他個人的一些臉書上面或什麼 其實看得出來他對於中路 還是比較有掌握的程度 我覺得他的天匪的中路 他其實蠻善子 挺巧的 轉身就跑 或者是說這個在連技上面 我覺得他的表現都相當的不錯 TPA現在摸到這個位置 但是事實上HKA是有不好眼睛的 雙方附近對方的藍buff 所以變成一個棋手藍護幻 那我覺得比較 比較 對HKA來說比較不利的地方 就是說像 傑跟菲斯這兩隻角色的火力都非常的強 而且卡拉丁其實他有 他有減魔傷 所以他比較相菲斯 可是對方還有一個傑的狀態下 他對方要殺你你還是會死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這個狗頭人的peak 在這樣的 對到對方的這樣的陣容 其實對方就是沒有AD啦 那你的狗頭人要封鎖的角色 會是哪一隻 就是頂多只能對結招 造成一些緩速效果 可是 在有菲斯的情況下 其實狗頭人不一定能 就是即使開了大絕也能成普寒 因為這場就是緩攻速 他緩攻速跟跑速的那一招真的很厲害 那當然Q練到很高等的時候也是很痛的 但是 對會戰來講的話 最有載制力的就是那個緩速 實在緩太多了 可是呢 因為剛剛技老師提的最正確的地方 就是奈德力 其實沒有那麼吃攻速嘛 就算他今天是一隻AD奈德力 我們也會覺得沒有那麼嚴重 就是相對的還好 哇 佳文的這個閃線刺呢 沒有能夠刺中 魔尼被跳 其實他只有受到那個破甲 但是他沒有被CC掉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玩菲斯的人過半線的時候 基本上你就算 對方的走位再怎麼大意 你不應該用 去做一個才人 你一定要保持的 那這就是 也是為什麼菲斯這隻角色 這就是在中路非常難被gang的原因 就他等於那些 那扛路嘛 殺了魔尼一整套 把魔尼逼退了 因為菲斯在 遇到卡拉丁的時候 菲斯前期換血本來就有手短 雖然卡拉丁也是近戰 但是在換血的狀態下 對方 有一個遠程的 虛無法球 可以沉沒他 那個Q可以沉沒他 他又帶傷害 然後自己本身又降魔傷的狀況下 菲斯換血是大叔特殊 這時候呢 哇 他前跳以後 這一次交閃線 被家文EQ的同時交閃線 剛才正導彈要講說 家文這次沒有閃線 有辦法戳中嗎 結果因為魔尼自己把他的E交掉 差一點中標 在這邊是交出閃線 中路變得十分的不利的一個狀態 我剛剛講完說不能太調皮 因為他就調皮了 等一下 這裡會下路相逢 但是因為丁特是一個四眼先的狀態傷害 並不是非常的高 但因為他雙BUFF又先手的關係呢 FY這裡是選擇交EQ下巴隆遲遲遲遲遲 拿瑟斯看起來完全扛得住 下路這兩個人的襲擊啊 主要還是因為 剛剛那邊沒有打起來 還是因為 即使丁皇是先手 可是對方的上路是雙人線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阿奇是絕對支援是不到的 所以那個地方只是作為一個消血的動作 但我覺得 這樣子是TPA主動逆EU的情況下 欸 TPA是正常對線 應該是說HK主動逆EU的情況下 其實狗頭人這邊的發育 明顯的是比阿奇好很多 阿奇這裡非常尷尬對方這兩隻角色 在前壓塔的時候威力非常的強 然後這次換丁皇閃線交一個撞 就是PASA呢 也交閃線逃開了丁皇的撞擊 這時候丁皇窮追不穩 上司不可突然殺 可以果斷的一直往前壓 上路的阿奇決定棄掉這座塔 因為家文的強壓 我覺得剛才看到Perhaps 上路的加羅HK的Perhaps呢 做一些動作做得非常的漂亮 像在阿奇試圖在塔下 清一些兵的時候 他直接是下總指 在阿奇正前方的位置 讓阿奇不能往前踏 他直接一往前立刻中綁加Q的時候 是會被一套中傷 所以阿奇不敢當他以下棄塔而亡 而逃了 對 其實家羅這隻角色 目前為什麼會是輔助裡面 其實非常行 可以說是最行的角色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在打這個逆U雙人線的時候 他的燒腦能力非常的強 然後他本身還可以造成種子 去扛塔這個事情 就是讓你的代幅會更容易的成功 更容易的執行 就是其實因為我們家蛇蛇 看他很多次就是選其他角色 在打尼EU的情況下 我們的推塔進度往往都沒有他選到 賈羅來得快 賈羅這隻角色的燒腦能力非常強之外呢 另外一點我也想要補充的就是 他其實是激進有一點無責任的 就是 他的燒腦距離非常的長 然後而且是 招丟出去以後是延長 遲大概半秒發動 然後本身可以自己人可以拉掉 所以在騷擾的時候是有不太需要負擔被抓的責任就直接上 好那在這裡呢 HK做得非常的漂亮 高速推掉上塔 三個人推上之後 立刻把他的雙人線從上路換下來下路 這時候導致TPA必須要做出相應的動作 他們這邊是選擇在奈德利跟菲德迪克先 recall一趟 以後繼續撐下塔 因為你這時候不能再往上換 瓦菲斯有大絕的狀況下 Morning直接出手 大絕中了5之後呢 5加文往後拉掉 所以讓Morning踩不到 踩不到這個中段 他在7分這個時間點打掉你 將狗回家 這一波就很有價值 因為這時候就可以進來搶你的bub 要注意的地方是說 他的魔是有限的 因為他現在還沒有拿到隊友給他 藍buff 加文這個時候到藍的時候已經被吃掉 他等級在落後上面蠻嚴重的我覺得 因為他剛才幫推上塔的關係 那個是去三人吸食一路經驗 那個經驗不太夠他長大 所以他現在落後了 丁特大概半級到一級之間 那麼現在丁特要去幫Morning 來拿這一藍buff 主要還是 加文一開始選擇是infading的部分 他在對方的紅區其實花了蠻多的時間 可是在那段時間裡面 他沒有農到任何的兵 然後反而就是被對方打退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面 他的等級一定落後 你看看他的吃兵術 其實跟丁皇的珠母已經有拉開一段數字 這一鑽鑽的 十分的漂亮 丁皇來到這個位置 應該是可以拉到擊殺 因為加羅這隻角色 雖然萬能 雖然武則仁 雖然全面線 雖然騷擾牆 但也沒有逃生技能 所以剛才在這個位置 剛剛丁皇做的動作是非常流暢 然後從山腳草叢的地方 直接鑽牆鑽下來以後 穿過對方的視野 立刻進場來包夾加羅 而且他甚至大絕扣著 光靠本身上前的緩速能力 就成功讓加羅被擊殺 打出了TPL這一隊的首殺之後 你看看Money現在有藍buff以後 他可以不斷的不斷的用他的E 來奪卡薩丁的Q 其實我有問中路選手楓堂 他本身這兩隻角色都玩得很流 我說這兩隻打起來大概是怎麼樣 他說六等前跟六等後 是不同的風景 原本大概是卡薩丁六 然後六等後就變成飛獅可能佔了 所以大家也可以做一下參考 選手本身打起來 因為就是我對於角色的理解 可能真的沒有選手來得那麼好 當然當然 不然你就自己上腳 對一個教練賽評 我常常講說 不然你自己上腳 當然是這個樣子 HKA跟TPL之間 雖然TPL這一場現在已經打下了首殺 雙方龍真虎鬥看起來並沒有因此而直接分出勝負 因為事實上在首推塔上面 HKA佔了相當大的優勢 推速度相當快 直到現在TPL都沒有能夠追回那第一座塔 然後納瑟斯在上路 因為傑的發育很糟的關係 納瑟斯也是狂動 不過這個位置稍微有點太靠前 再加上丁特就在旁邊 兩個人一起出手丁特丟出大決以後 然後納瑟斯二向膽邊身準備要來打斯瓦尼的嗎 看起來是不太可能的 兩個人的大決一起上之後 交了兩招大決 在側位置上 納瑟斯對於TPL來說是相當不錯的 因為人家不能再讓納瑟斯長大下去 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是Jungle 他的風向帶的真的不錯 從一開始蹲自己的點把佳文打退 然後造成他的等級經驗的壓制以後 搶完BUFF以後 然後立刻在上6的時候 就是豬女最強勢的這個時期 在下路跟上路各得到一次的擊殺 我覺得這 是TPA現在經濟 蘇伊塔可是卻領先的重要因素 我相信大家都對於史瓦尼的都不是太熟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這角色並非是一隻熱門的角色 哇哈哈 奈德莉戳中一下 讓Plex的血量大為降低 欸 5 擺在這位置上出來 J的大決已經跳出去無法回頭了 所以這時間點剛好是兩個人錯開之後的 傑哥前跳立刻落入對方的陷阱 原來就是一個bait HKA漂亮了 打出一個擊殺 終於拿下他們隊伍的第一個擊殺 現在把擊殺拉到1比2 擊殺掉了傑哥 對 可是對方的血量都很低喔 所以TPA這邊可能可以直接對下塔 或是龍做一點就是攻克 剛剛那一波實在是 佳文蹲的時間點非常好 因為其實奈德莉的不要飆到了 那一波TPA是絕對覺得 我們可以發起一個戰爭 可是沒有想到佳文站在裡面 那傑哥閃現用掉的情況下 是脫離不了那個競技場 所以直接被凱特林點死喔 那個前跳的時間非常微妙 前後只差半秒 要是說這個佳文你早1秒鐘出來的話 傑哥也許就不會掉了 所以我覺得這非常微妙的時間點 阿范這裡表現得很好 終於在遊戲來到11分鐘 這場比賽來到11分鐘的地方呢 前面虧掉的東西總算是拿回來一點 不過截至目前為止 我覺得丁特可能在這場裡面做的事情 還是比阿范來得多一些 那繼續來看說現在TPA的策略 把阿奇換到了中路 藉由物傷的傑來對抗 爬撒的卡薩丁 然後呢上路這樣子是誰要去 成能因為菲斯看起來也是往中路走 可是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菲斯頂 嗯...狗頭的那個點或許會是比較來得好的 因為在這個時間點其實傑剛剛沒有 斯瓦尼的幫助下 他現在應該是被壓制的情況 而不是上去可以直接灌死 菲斯跟傑兩人的CS來說的話 菲斯是比傑好傷20隻 奈德利剛才一標中了以後 甚至判斷說這塔已經要爆了 不需要轉頭拉掉 直接扛一下塔 硬把塔點掉 DBS在這裡追上了一下推塔的進度 那卡薩丁這個時間回家補裝 那丁皇這邊也抓得非常好的時機 直接在對方藍buff下直眼 如果這個藍buff再被搶的話 我覺得PASA的卡薩丁的發育 會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響 不過值得慶行的是對PASA來說呢 他的ROA已經出好了這一點是好上非常非常多 喔 史瓦尼 那丁特穿牆離開了 欸 等一下 穿牆離開納瑟斯之後呢 沒想到在右邊立刻再遇到了佳文四次 R5 Mighty Q 還有PASA三個人來追擊 哇 這一次的穿牆應該是成功脫銜了 對 這個Q兩等 現在是主W-Q的這個史瓦尼 四個人來這裡開Party PASA被恐到的話 沒有辦法跑這感覺會死 啊 果然是倒下了 不但失去了藍buff 同時也掉了一條小命 PASA雖然在12分出完ROA 可是藍buff拿不到的狀況下 也許真的會像記得老師說的一樣 發育受到嚴重阻礙 那TPA下一步的策略是把 奈德利加上他的 菲德提克兩個掉中路來壓中塔 可是這樣子下塔有點open啊 應該是會氣塔 好 上路這地方兩次顆一起上 沒有想到Morning他的大絕 丟密死掉了 可是呢 丁特馬上補上來 再補一個大絕 這樣子塔下大夫真的搬得到嗎 沒有問題 看起來可以擊殺 只差一拳 終於是轉死了 納瑟斯 阿奇逃脫有問題嗎 那 佳文斯斯現在逼到了阿奇的附近 不過看起來是可以下那個懸崖的 阿奇來到 阿奇被佳文上了一下 但是影子終於轉好了 跳了下去 那TPA就是open下塔 打中塔 不過中塔沒打下來 這一點在 這一波會戰在殺人上面是贏了 但是在塔的交換上面是輸了 對 可是其實我覺得在 所以你 就從TPA開始打這個三重你這個戰術 就會發現TPA他們 慢慢的去 他們的 他們隊伍的核心 他們認為其實BUFF 其實遠比 甚至有些時候比塔跟龍重要 比前塔 因為你前塔基本上在這個遊戲時間 直接跳 有這麼有膽識 直接跳出來以後恐了一下 但是卡拉丁的R已經CD好了 跳了出去 這一波雖然TPA很果敢的發起 進攻仍然沒有能夠抓下Paza的卡拉丁 對 主要還是perheb 剛剛那個家女的反開其實是蠻漂亮的 那個時間點如果她沒有反開到的話 我相信Monning這邊不需要用E去躲 這個擊飛的效果的情況下 那個卡拉丁的位移 其實基本上她是追得到的 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剛剛TPA的想法就是 我即使下路雙人線要來這邊 幫忙打這個藍BUFF的會戰 我都願意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就是認為 我只要控掉你卡拉丁的藍BUFF 再加上我這個poke 正在這個中期的能力 我能 就是即使我下塔掉了 我可以把你的前塔壓回來 那我們的經濟並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可是我是壓制到你一個 最重要的核心刺客角 就像貝克前兩天來這邊轉播的時候 他就說一個隊伍只要出到刺客 通常這個刺客肥不肥就是這場的成敗 所以我只要壓掉你的卡拉丁的成長 其實後期你根本沒有人可以接近得了我的態度 而且他們要比刺客多的時候 TPA說我們有兩隻OK的 在成長上面如果我兩隻刺客發育 比你一隻刺客好的話 顯然你是要保不住後排 凱特琳感覺就要保不住 對在傷害來說 其實 TPA這邊完全不缺 那控場就完全交給了史瓦尼 跟費德迪克兩隻英雄來做 打得順風的話這個陣容的火力是很強 TPA這種陣型其實在逆風的時候 要有非常好的操作 跟非常好的地圖觀 控住不要被一波滾倒 所以在 哦哦哦哦哦 阿白交了完閃線 一看到他交完閃線以後 阿奇直接上 不過對方其實還有一個EQ要在關鍵時間來按 按了EQ之後 結果被阿奇閃線上前 丟手裡劍殺死 兩邊都在控位移技跟控場技 對 而且剛剛這個史瓦尼的大絕 似乎冰凍效果沒有 他只是造成了那個範圍的緩速效果 所以佳雲剛剛真的是差一點點就逃掉了 可是最後一個阿奇的手裡劍真的很準 那這一波沒有了史瓦尼的大絕 我覺得這波塔有辦法守下來 可是狗頭人的傳送是有 可是可能沒有很好的這一個點 可以讓他傳送進來 裝也不夠好 老實說他現在的防裝 因為雙刺客是一魔傷一物傷的關係 他現在防裝要扛不住 對 他現在的這個裝備 看起來是要上一個寒冰霸權 可是先買了一個燃燒寶石 把他的CD往下降 讓他濃Q的這個效率可以高一點 那小龍的時間在30秒 TPA已經在這個30秒前就PIN了 所以看得出來費德迪克 現在是直直的要往那邊去做視野 然後TPA這一場的整個陣容 整個就是陣容選的我覺得算是蠻不錯的 然後都拿到就是很強勢的這個角色 而且其實他們都有適合的選手去使用 然後在戰略的上面其實也非常非常的明確 所以從剛剛的進藍buff到現在的這個龍的視野跟壓中塔 他們完全知道自己的劇本是什麼東西 這種實在是優勢蠻多 那PAZA的卡拉丁這一場的成長可以說是爛 就是很糟 我剛才本來想再講重一點 但是又怕傷害到PAZA的粉絲 就是 就是真的很糟啊 因為老實說12分ROA 結果到現在17分過了5分鐘只多一本書 這是真的成長不良的一個狀態下呢 其實很難發揮 那你可以轉頭去看 其實已經出好彎刀加上1337殘暴之力 這有這兩把以後就可以造成很大很大的傷害 然後飛絲直接上驚人 增加隊伍的韌性跟彈度 那不得了這個會戰打起來TPP的優勢很強 對但這個時間點HKA的PAZA剛剛把書合成的這個靈魂收割 就是這個我們俗稱的蝶書啊 那我覺得這個時間點TPA這邊的打會戰就要比較小心 Oh my god Oh my god Perhaps在龍區協助佳文 直接被戳一毛以後剩下半條 那麼會戰就此展開以後 TPA開始連續屠殺 因為裝備說真的有一點差別 成長上也有點差別 然後呢大絕跳了進來 菲德提克恐到了以後 納瑟斯實在無忌 可是後方還有一個劫在斷後路 趴薩也只能捨棄隊友選擇往後跳 但菲德提克直直跟了上來 而且沒有被沉默到以後 恐懼到菲德提克 趴薩看起來很難逃出生田 造成了結了一個Double Kill 這樣子是一個Ace TPA在這裡拿下Ace以後 應該會再順勢推一座中二塔 沒有他們選擇吃一條龍 因為主要是復活時間在這個時間點還太短了 推二塔其實應該是推不掉 頂多打個半血 所以這邊拿龍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其實上路還有一個外塔 可以再做一波會戰 我覺得剛剛那邊是這個 其實TPA這邊的陣容比起來 還有很好容易帶E3E的兩個刺客點 那可能HKA這邊的想法就是 你可能不會選擇來跟我打會戰 所以我開龍 然後如果我逼迫了一個多打少 那我疊數疊到 卡薩丁就可以把前面Under的這個地方給補回來 那這邊重播剛剛的會戰可以看到 雖然納斯是傳起來 可是並沒有能夠追到主要的目標 不如說納斯主要目標到底是誰啊 這個奈德利也不是很理他 尼斯克也不是很套公布 他的主要目標究竟是誰呢 那阿奇從上面衝進來的時候 秒殺掉凱特琳 就是說在這個陣容裡面 凱特琳看起來是非常難捉獲的 因為控場夠多傷害夠大 裡面的整體優勢的狀況下很難被突破 重點是你的前排的CC 其實都是留不住 Morning跟這個阿奇 佳文或者是納斯斯的控場其實都留不住 那他們衝進來就是只能看著你被打死 真的保不住你 對 那這個時間點卡薩丁 重點就是我卡薩丁要夠肥 我卡薩丁只要單挑可以任何一隻刺客 那就變成是TPA陣容會比較麻煩 因為他會不知道他的刺客衝進去如果卡薩丁衝出來 那卡薩丁幫忙一起收你的後排 那你的後排死掉的情況下 TPA就沒有任何的輸出了 那到時候就只能靠著奈德利一直做拉打 那這樣子這波會戰就是不可能會勝利 所以我覺得剛剛BB的操作還是 就是在這場比賽當中我覺得是相當亮眼 就是每一次的會戰他的標都能在一開始的地方 直接將對方的輔助阿或是Jungle的血線壓得非常的低 那只要壓到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當你是一個選手你的血量剩下三層的時候 你所有的控場技能或是所有的技能 你都會比較沒有 你只能全部倒出去 對對對 你會急 因為你不能死掉的時候日燈還亮著 那個檢討的時候一定會被噴爆 對 所以你放的時候可能就會 沒有那麼沉的阻氣 這個要講的就是說 確實當然一定要在死掉前丟出來 不然你這個會戰是毫無貢獻 可是如果你一開戰就被逼到三分之一 換句話說你沒有空間跟餘地 可以去選擇一個最好的時間點來施放你的大絕 那就像剛喊加羅一樣 他中招以後他其實就要死 他只好丟出那個大絕 而事實上那個大絕對於會戰的幫助是零 因為他只彈到死完了 沒有任何的架子 那就是被逼的 那也不是說他操作不好 上面納瑟斯再加上卡拉丁兩個人來壓破阿奇解鎖防守的上二塔 那TP的其他人完全不理他 其他人都在下路都在下路在壓夏二塔 這就讓他一個人來扛看看 他左跳再右跳 拉開了卡拉丁的追擊範圍之後呢 看得出來HKA不太想理他 只想要把他的塔拿走 可是這個大絕爆開 讓帕薩的血量變得非常的低 其實應該是在找機會 看能不能在偷殺他一下 這時候W如果CD好的話卡拉丁就非常危險 果然是這樣子 W過牆以後帶閃線 只轉死趴薩 這非常的帥 這...這一天我們想起了阿奇的man角 就是傑啊 對 他剛加入TPA的時候打的是中路啊 那個時候大家都會ban他的傑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開場的時候有講到就是 TPA你現在最拿麻煩的地方就是 就是當...譬如說你 你原本預想應該是中路的morning會出傑 然後這時候你看到他已經選了一隻飛絲 你就會想說那好沒關係傑我不要選 傑我待會再選 可是他待會就把傑也選掉了 像剛剛就是傑跟...欸? 剛剛是傑跟飛絲一起選 對,那這種選法在我們隊伍就做不出來 因為我們的上路不會玩... 是 對,可是不會玩刺客 可是中路可能也沒辦法玩大男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TPA他們的變化 在這個時間點我覺得 這個隊伍最強的地方就是在這邊 他領先台灣其他隊伍的點真的在刺頭 以前去年的TPA也沒有這種彈性 因為中路會的角色上路不會 上路會的角色中路不會 大部分的隊伍都是這樣 對 TPA現在把隊伍整形 也不是啦 他們能夠調度的結果變成這個樣子 而且這兩個陣型其實感覺是共通的 今天大男BAN你風光 我選雙刺客 欸?1-3-1 如果你BAN刺客 你BAN傑跟飛絲 我就選兩個大男1-3-1 不管怎麼打就是1-3-1 事實上如果你想要BAN奈德利的話 結果你就BAN不到大男也BAN不到刺客 所以你已經不夠BAN了啦 六隻你不夠BAN 三隻你不夠BAN他 對,最OP的地方就是奈德利這隻角色 最麻煩的就是這隻角色其實不好練 因為他的特性跟所有的角色其實 有蠻大的差異 上路應該是一個單殺 最後一個收理劍 又成功的擊殺掉了 納瑟斯 那這個點其實當解打的過的時候 HKA可能就會離勝利有一點遙遠 因為這是 看得出來這是他們唯一的破口 從剛剛卡薩丁到上路去支援 納瑟斯推這條路都知道 他們知道團戰已經打不贏了 我現在就是一條路要壓進去 靠著狗頭人這個大絕的威能 要想辦法在你拿我下塔 我拿你一塔的這種情況下做交換 可是這時候如果解打的過 那HKA的勝利其實應該就已經慢慢的遙遠了 非常遙遠喔 因為其實從上一波卡薩丁加納瑟斯 兩人夾幾結還失敗 還被結印字交產 先反殺那邊 就看得出來說 這HKA不太好 這場不太好 這一波是TPA 果斷吃巴龍以後呢 雖然up5過來看 但是沒有辦法擋住 我剛剛看了一下 我在想那個結怎麼會打得過 他童年過得不太好 可是我想像他是800的戰績 一切就明了了 沒有錯 看到800的結 其實也不需要解釋什麼 這世界上能夠坦住他角色並不存在 對 他的所有的霧穿裝備 就是他該有的霧穿裝備 他都已經拿到了 對如果他在補一個黑切 那那個 NASUS可能就算是一個白子 站在他的面前 NASUS的坦就是建立在說 你對方的傷害跟霧穿 沒有大過你的吸血的幅度的時候 就扛得住 但是當自己只有冰拳加上戰魂 然後對方卻有兩個物穿武器 然後一把隕落的時候呢 這被砍死就是沒辦法的事情 所以你看得出來 他為了要造成自己有一個追擊 對方這種靈活角色的效果 所以他選擇了冰拳 而不是選擇藍盾之招 因為如果是藍盾的話 其實對於結的這個傷 輸出壓制是比較好的 絕對會比這個具有攻擊性的 這個寒冰霸拳來得更棒 我覺得卡拉丁 說到這個 卡拉丁在PVE上面的改動 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 他把R的風險跟報酬都調高 是比較有意思的 因為現在卡拉丁是 R進戰場是追擊的時候 或是無風險在做 不然平常都是扣R 就是丟QE然後被打的時候 叫R跑掉 然後把R的傷害調高一點 然後風險調大 但是報酬也調高 是一個蠻有趣的方向 我覺得那個改動很有趣 對 套一句插燒腦絲的名言 就是會踩人的卡拉丁 才是卡拉丁 對 你以為卡拉丁只有兩招嗎 對 他的R其實是拿來踩人的 就是Ryot希望把這個特性 給把它拿回來 就是這個特性很重要 對 可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改動 是對卡拉丁來說 他天生的這個成長的 就是水等級生的這個魔防被拿掉了 所以你去踩人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危險 甚至我擔心的是 他也能壓線期過不過的過去 波被動的減傷還在的話 也許 就是不曉得 要看實際上的狀況 對 要看實際上的狀況 不過那是一個很有趣的改動方向 好 回到這場比賽 TPA剛才吃完巴龍殺完人之後呢 又吃了一尾小龍 那目前是全線壓制中的狀態 下落的兵營塔已經破掉了 TPA確實是可以以下落兵營為目標 不過看起來還是想要維持E3E的陣型 繼續往前推動兵線再來慢慢壓制 這是一個比較穩健的打法 然後繼續保持E3E 因為TPA生性兵線推營才是贏 所以他們即使在這樣子 很多隊伍可能會選擇說 我們集合起來打下落兵營 讓他們選擇繼續E3E 我覺得這就是重點是說 如果我不信真的不小心輸了一個會戰 只要我的兵線都壓在你家塔前 其實你拿不到任何東西 那你贏了一個會戰 你就是賺到shutdown的那個金錢 可是你不會有機會拿掉我的塔 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下 還有一個重點是因為 你要打E3E就要保證 就是說你的其他的點都不好開 可是對方的組合 真的就是一個不好開的組合 你告訴我一個家文 要怎麼去開一個結 或者是飛絲 對 這是很難做到的事情 各種開不到 對 你頂多是B掉一個閃線好了 就是結 可是他們 就算你抓到他影子用掉的時機 你還是沒有辦法把他留住 哇 這個標 一發長矛打中加羅 剩兩層血不到 只能後退 我合理的懷疑 今天BB選這個奈德利 是因為長矛老師回來 原來是這樣 對 歡迎大師兄歸位 那還真是感謝他的 哇 又一標 這是因為AP已經跌到相當多 他的大天使仗已經變成赤天使之勇 然後加上磨穿棒子 虛空棒也已經好了 所以非常誇張的一個長矛破壞力 然後結在帶中路剩下的人 壓掉了夏冰影 HK這樣子很難防守 Perhaps 加羅剩下一滴血 不得不回溫泉一趟 對 奈德利這隻角色 目前在這一個 以韓國的比賽來說 他就是一個 呃 指方第六ban 基本上就要吃 因為大家都會看 大家都想選 都看你藍方到底要不要ban 要不要ban 好 最後你不ban 好吧 那我知道我ban了 就是奈德利這隻角色 目前有一個這樣的處境 對 在這個韓服的solo queue 也是常常 要選到非常的難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想要叫我們中路選手練 可是他都反應 欸 記得了 可是我都選不到 選不到怎麼練 對 所以這就是原本就會了 就OP了 你知道嗎 BB他原本就很難守奈德利這隻角色 來 丟中了大絕 但是他目標是一個納色 是所以看到菲斯並沒有上 而HK逮到了一個機會 往前反開 HK加文前跳以後 加羅下一個大絕 但這個大絕只有談到 史瓦尼跟傑有效嗎 菲斯進場沒有能夠造成傷害 但是他吸掉一些傷害以後 又跳出場 體別目前還沒有倒下半個選手 但是Paza已經壯烈成人 變成地上的一攤盔甲了 卡拉丁這角色死掉的時候 只會剩下一攤盔甲在地上 奈德利再扛了一下塔 又拉出去 直播GPS0換1 彈光0換1 就已經造成足夠的壓力 並且把中路兵移塔破掉 因為奈德利在 奈德利不會死 那奈德利不會死的話 壓力就還在 你半血你敢站在他前面嗎 中一標 中一標直接升天 就你所有的追擊 都會變成非常的危險 因為就是 明明對方是血量剩下 就是三分之一 你想過去一套把他打死 可是一個矛插到你就變成是 他回來一頭 他回頭一套把你打死 因為他又帶斬殺 因為奈德利這角色變貓之後 他又有位移帶斬殺 所以很可怕 你被他戳中一矛 然後被斬殺直接斬死 那個畫面是很難看的 可是我剛剛看到一個長矛 他剛剛 丟到了一個 蠻奇怪的方位 他可能是怕有人在隔壁搶 來 那沒關係 剛剛其實我覺得HKA 已經算是開到一個 不錯的點了 可是主要還是因為 裝備的這個差距 對 然後剛剛其實丁皇做得也非常的好 就是他知道自己的任務就是 當對方搶開的時候 他在前面盡可能做出緩速的這個區域 不要讓後面的凱特靈人過來追點 所以他其實剛剛血線已經被壓得非常低 最後用閃線逃脫出去 可是剛剛那一波時間 所有的HKA這邊的控場都做完了 然後沒有擊殺到半個人 他就可以宣告這次的開團是失敗的 那TPA就一定是反壓掉對方的塔 而且可以順利撤退 不過HKA剛開的時間點已經不能再更好 我覺得已經到了極限了 理由是呢 事實上TPA已經即將要破他第二個兵營塔 大家應該都有概念 如果我損失了兩個兵營之後呢 第三個那個兵營塔 對方完全不會靠近讓你開 他就站在外面等你加倍超級小兵淹沒 他絕對不會上去讓你開 所以第二個兵營塔 對方要破的第二個兵營塔 是我覺得最後的開戰點 假設對方壓上來的話是最後的開戰點 何況剛才菲斯的大絕並沒有打在正確的目標上面 TPA那波其實是開不好 此刻其實經濟差距過大 超過一萬的狀況下 HKA已經開在一個最棒的點上 依舊沒有辦法反轉這個會戰 也只能說 大概是因為今天吉祥老師沒有來上班 對阿我覺得就是 如果有天就是長寶老師您請假 可不可以請教父不要排我跟吉祥這樣的搭配 我昨天有點害怕你知道嗎 如果今天是你加吉祥 然後每一次不但過12點 而且比賽還有可能會逆轉 還有可能會斷線 也是蠻累的 也是蠻累的 好那TA穩健吃完巴龍 那剩下最後一個兵營塔 其實在這種局面下 HKA很難很難反打 對讓我想起那個TSL 吉祥老師在電視當知名主播的那個時候 那個路障流每場都打70分鐘以上 我想起來了 好恐怖 我們回到台中是5點 可以吃豆漿油條的時間點 再往南一點你們還可以去吃牛肉湯 OK的阿 太恐怖了 好那這樣子 場面下乾 WOW 加羅中這一標 剩下100滴血 那只能回去 那要慶幸說奈德利他們有大面具 不然再加燃燒效果搞不好會死 我覺得身為一個輔助 我覺得SGO趕快到來 我覺得要推動這個Support如石順法案 那一個毛就直接死掉 這遊戲怎麼玩 太沒人權了 好現在全部進場以後呢 你看到傑一馬當先在前面 先大卡拉丁以後前壓 然後擊倒卡拉丁以後 再進去主堡雙塔中間擊殺凱特里 這傑阿祺這一場可以說大出風頭 對這兩隻的刺客其實都可圈可見 那可是其實默默的攻城我覺得 耐德利在 BB的耐德利在不管在雙人線 調回來以後 順利的把對方的塔壓掉 這個很重要喔 因為對方的攻勢就是 我上塔先拿掉了 然後我們轉到下塔 如果這時候我的下路雙人線 打贏你這個非傳統EU的這種 AD配support雙人線 我又壓掉你的下塔 那這樣子HK的攻勢就不會停止 可是BB那邊是 反而是耐德利跟草人 把對方給壓掉了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 其實刺客角色就是這樣 就是在順風的場會打得非常的 各種花招 上路那個阿祺那個 我覺得應該會被剪成 就highlight highlight 實在是要highlight 因為在1對2然後被壓塔的狀況下 能夠反殺掉 然後自己還沒事 還不是說跟對方換掉 反殺掉以後自己還沒事 這種打法其實是 是蠻不容易的喔 蠻不容易 那我覺得帕撒這場也是 很慘啦 因為我覺得卡拉丁是還不錯 可是比